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唐杰安 马上来带您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 参访南科台积电蔡英文表示 感谢投资台湾 金管会表示强化OBU 取代香港成为资金调度中心 美中角力选边站 异国最大反对党组团访台 台商产线回台 尾压规模增两成 来关心台股 台股今天与主要雅股市场同步反弹 包括台积电大力光 红家军与光电族群的领长下 站稳月线 但因为市场观望氛围未散 本中需留意MSCI生效 摩台只结算与美中贸易谈判 等三大变数左右的盘式表现 提供给您参考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参访台积电 金元18场 她表示台积电提出的绿色制造 与绿色供应链 并与政府商讨绿电发展的具体时程 与现在政府发展绿能一致 希望台湾这个制造王国 能走上绿色供应链 这将是台湾在国际上竞争力的重要来源 希望未来与台积电一起合作 把台湾经济带到下一个阶段 中国胡润研究院发布 2019胡润套现企业家30强报告 报告显示从去年7月至今年9月 中国30名超级富豪合计套现918.5亿人民币 年增10% 创下历年最高 其中地产商占37% 针对中国富豪转移资产的行动 有分析师认为 这表示富豪看衰中国经济前景 法国5G平谱竞标拍卖将于周四登场 法国经济部次长潘尼耶·胡纳歇 24日表示决定以21亿欧元 作为5G平谱的底价 这个价格远高于法国电信监管机构RCEP 上周提出的参考价 美国珠宝商蒂芙尼成功让法国精品巨头 路易斯威登集团提高收购价码6亿美元之后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传出两家公司在24日开会敲定 这项价值160亿美元的交易 最快在25日正式发表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台经演员今天公布 10月营业气候测验点调查结果 制造业连续两个月下滑 服务业连三个月下滑 营建业则是转为上扬 主因是因为先前延时开工将陆续释出 加上10月房市交易热络 景气转向乐观 台经院11日上修 今明两年台湾经济成长率分别为 2.4%和2.45% 不过10月份紧急动向成两样勤 传统产业出口与接单叫9月加 景气略要好转 服务业社会车市与股市交易热络 零售业与证件商看好 但对于未来需保守 营建业应先前延迟开工将陆续释出 加上10月房市交易热络 景气转向乐观 电子通讯产品出货依旧强劲 但部分报价走跌 电子零组件厂商叫9月看坏 受贸易战影响 尽管美国民间消费维持平稳 但企业投资信心下滑 今年前三季城逐渐放缓 中国则是内外需求同步衰退 以及投资放缓冲击 第三季经济成长创下 1992年第一季的最低增速 张静怡指出 除了中国其他国家都觉悟了 都慢慢移到其他国家生产 并反思自己国家的财政等优势 产业其实变动非常的快 特别是AI 人工智慧 物联网等等 那这个部分其实在台湾 我觉得未来会很好的 很好的一个实验产业 很好的创新应用 那这个对其实对 不管是新创公司或是大企业的转型 其实都有非常好的帮助 张静怡表示 包括产业机械 新创公司也是值得关注的产业亮点 并认为政府会提出5加2的2.0版本 帮助台湾智慧机械产业发展 新唐人亚特电视 最好李清新 台湾特别报道 但您看到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纸信息 彭博社 恒生指数50年成长167倍 成世界之最 但半数港企已被中企取代 金融奇迹不再 金融时报 英国航空与吉时工会达成薪资协议 避免圣诞节旺季航班受波及 跨尔街日报 研究机构IHSMarket表示 全球景气放缓 美国11月商业活动却逆向回升 日本经济新闻 中国萌牛乳业收购麒麟控股 澳洲饮料品牌 来看到智慧音箱的应用趋势 后来将越来越通过语音控制 来担任家庭的总管 同时使用者也能透过手机来远端遥控 着重安全隐私问题的苹果 就推出了智慧家庭平台HomeKit 带动周边的商机 台厂也看重未来的需求 拿下Apple MFI制造厂 并通过苹果HomeKit的认证商品上市资格 开发相关的应用 准备好迎接新趋势的到来 Hey Siri Go Home 总说的家里的情境就会跟着改变 如果想要做细微的调选 可以透过手机的App 像是这个灯光的亮度 或是风扇的开关 都能一直搞定 在智慧家居的产品设备这一部分 很重要的就是说 它是可以简单操作的 它可以跟我们的日常生活 实际住行相影响 所以相对它可以带动这些 Home Device的设备商的需求 会越来越大 看准智慧家居未来需求 台湾连接远建大厂投资电子产品生产 旗下子公司专进Apple周边产品研发 拿下Apple MFI制造厂 并通过苹果HomeKit的认证商品上市资格 从开发设计 生产制造 都是一条龙完成 能克制研发及代工生产 而自创品牌的这位登记及插座 都能与Apple HomeKit HomePod串联 让生活更便利 对一般那个消费者来讲 其实他家并不尽管所有人 都是拿iPhone 他可能拿Android Google的手机 所以我们现在在做一个 跨平台使用的系统 就是说消费者 他只要买我们的产品 他是可以用iPhone 或者说安卓 Google的手机 或者将来跟那个亚马逊的 智慧音箱可以相容 可以共用 后来智慧音箱担任家庭总管 趋势明显 预估2022年 全球智慧音箱销售金额达 95亿美元 业者表示 化平台系统预计下半年完成 通过苹果认证WiFi模组 及相关产品 都是研发目标 我们希望在成品这一段 每年大概会有两到四个 机种产品 陆陆续研发生产 尤其像家电的这些大厂 我们也希望能够有 跟它合作的机会 苹果红帕英文版 今年2月开放预购 月要中文版将掀起 另一波抢购潮 台长蓄势待发 准备迎接 新唐人亚台电视 高建伦李金金 台湾新北市报导 带您看到明天11月26号 星期二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台湾人工智慧晶片联盟会员 即SIG成立大会 阿里巴巴在港上市 联发科技5G系统单晶片 发布记者会 Google智慧音箱 Nest Mini智慧喇叭 首次登台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唐杰安 我们明天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